小姓的叫做大花 大家有没有发现小三跟大花长得不一样对不对 好多人以为大花是不是嘴巴断掉 不是 我先来介绍他们的品种好了 小三叫做平鼻海豚 它的特征就是有长长的嘴巴 长被误认成是鼻子 又长得像海瓶的样子 所以才叫平鼻海豚 那我们的大花叫花魂海豚 它的头本来就这样子钝钝嘴巴短短的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身上的纹路 白纹路 会随着年纪增加越来越多 越来越白 所以才叫做花魂海豚 这个花魂海豚大花 还有平鼻海豚小三 其实它们两只都是跟人一样 是五类的动物 所以有很多的特征 跟在场的你们很相似 也有很多的特征不太一样 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们先来看看大花还有小三的头部好了 头部呢都会先上嘴巴 对不对 因为嘴巴最突出啦 那嘴巴的地方呢 在口腔里面就会有牙齿了 我要来问问大家 你们刚刚就有看过海豚秀了 大家还记得平鼻海豚有几颗牙齿吗 80到100 对每次有平鼻海豚 你看小三它就有80到500颗牙齿 那大家来看看大花有几颗牙齿 看看我们大花的口腔里面 你看看它的大嘴巴有几颗牙齿啊 应该数得出来吧 它只有6颗牙齿 不是我们的大花柱牙柱掉了 是这种平种的呢 花纹海豚它们的牙齿数量就比较少 在野外呢大概就是4到14颗左右哦 那甚至花纹海豚的牙齿 还是长在下额的地方 上面就没有了 可是不管是哪一种平种的海豚 其实它们的牙齿哦 只有颜色跟人很相似 它的功用跟人不一样 人类的牙齿是可以用来磨碎的 对不对 可以用来啃鸡腿 但我们大花跟小三的牙齿 是代替手来用的哦 像手一样抓东西吃的 抓到就吞抓到就吞哦 因为口唱里面没有咀嚼肌的关系 所以它们也不会咀嚼哦 在这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三还有大花 它们呢在吃饭的样子 在吃鱼的样子都可以看得到 好啦我们看完这个嘴巴的地方之后 来看看侧边好了 侧边呢大花跟小三 都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哦 那这个眼睛呢 我也请大家来帮我看一下好了 大家仔细看一下小三还有大花的眼睛 他们有没有眼皮啊 有眼皮吗 有没有 没有 有人摇头 有人点头 其实真正的答案是 有眼皮的哦 他们呢 眼皮有很多层 大概有 五到六层这么多 叫做多眼皮 这眼皮哦 跟人呢 很相似 当有东西 迷糊王快速的经过 还是说有任何的东西 要保护眼睛的时候 他们眼皮也是会盖起来 睡觉的时候也会变眼睛 跟鱼就不太一样 鱼是没有眼皮的 但我们的海中伙伴是有眼皮的 眼睛的后面呢 还有跟人的很相似的器官哦 我来问现场的朋友好了 我们眼睛的后面有什么 眼睛的后面有什么 这个是什么 耳朵哦 对 就是有耳朵 耳朵在哪里 我们请去念试阿牧执给大家看 现在呢 阿牧执的那位置就是 小三的耳朵 可是这个耳朵呢 你应该是看不太到的 对不对 因为其实在演化过程当中 他后面的那个耳壳啊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耳朵的耳壳 已经退化掉没有了 许而奈芝是一个很小很小 像针孔般的痘 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 但不代表他听听不好 他听听非常的好 甚至呢是一种 用声音在看世界的动物哦 这都是海的魔法很特殊的地方哦 那其实哦 这最特殊也是变化最多的 大概就是鼻孔了 气孔了 对不对 现在大花打开了 我们小三打开他头顶上的这个 就是他的气孔 大花现在也要打开气孔了哦 大家都有看到 而且听到了哦 这个气孔呢 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已经跑到头顶上 叫做气孔了 之前呢 跟我们人的鼻孔 形状啊 公用啊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哦 那很多人就说 哎 海豚 金鱼好像会喷水 对不对 可是你们现在看大花啦 或是看小三啊 他们打开气孔的时候 有没有喷水啊 有喷水啊 没有喷水 其实是没有喷水了 包括刚刚大花在唱歌哦 这个唱歌的声音呢 有听到音乐 下歌的这个声音 也不是从喉咙发出来 也不是从肚子发出来 就是从挤压气孔发出来的哦 气孔挤压会有声音 最主要的功用 还是用来呼吸的 我们常常在里面上面 或是在里面上面 会看到海豚鸡会喷水 对不对 其实他喷水 最主要有影響的气孔 呼吸的时候 都是先哭气 再一次 所以呢 会把招呼的鼓励啊 上面带喷菜 喷水 但不管是哪一种 都不是从他体内喷出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哦 好 那我们的小三跟大花 现在呢 又在训练师的身边 刚刚除了有做跳跃以外呢 现在回到训练师的身边 又要吃鱼了 可是呢 他们呢 正在时间哦 除了跟大家见面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呢 要介绍特征给大家 认识 什么样的特征是平常大家无法发现的呢 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个特征 我来问一下大家哦 你们觉得小三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应该是女生对不对 知道你们怎么看 你们看小三尾巴的地方 会有一条直直的裂缝 现在阿富比的地方 这个叫生直裂 男生跟女生都有 但是如果他是女生的话 他在生直裂的旁边 还会有左右各衣短短的乳线 也就是我们现在阿富比的位置 你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哦 所以呢 小三有这个乳线 他就是女生 那大花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不好 让大家自己去分辨 大花现在也转身了哦 你们可以看到尾巴的地方 应该都有看到 小黑色直线的裂缝哦 可是大花这个生直裂 可能没有这么的清楚 像小三一样这么的清楚哦 那我先跟大家说好了 其实大花也是女生 所以他也会带有乳线 除了生直裂以外也会带有乳线哦 那大家现在仔细的去看 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好 生直裂的位置 还有乳线的位置 在大花的身上 尾巴的地方也是有的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分辨 所有精臀中的男生或女生哦 不管公或母都可以分辨出来哦 好那大花呢跟小三 他们的外形困针 大家都认识了 不过呢 我们现在认识完海同伙伴 也来认识一下训练师哦 大家有没有发现 训练师啊 在带领海同伙伴 他们都会有一些基本配备 什么配备呢 首先每一位训练师 都一定会有自己专属的防寒衣 这个防寒衣呢 他还有一点福利 可以充当救生衣来使用 更重要的是 在身体腰部的地方 还系了一个黑色的带子 这个带子呢 叫做 里面放的是小三 或是大花的鱼 让他们呢 可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持续的吃到这些好吃的 像是秋刀鱼啊 或者是说竹甲鱼啊 青鱼啊 喜香风啊 泡丘啊 等等这些都会有 那所以会装在一个带子里面 跟海同伙伴来做使用 这更重要的呢 就是训练师小庆还有阿布 他们脖子上 都有一个哨子 叫保养哨 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已经有听到 哨子的声音了 对不对 大家好像很好奇 海同伙伴怎么知道 像康大花 他怎么知道要去外面跳跃 跳跃了几下 之后要回到小庆的身边 要怎么知道呢 靠的就是哨子 好 大家可以仔细看哦 如果呢 我们训练师像看阿布 叫小三去外面 要做跳跃的动作哦 大家仔细看好小三哦 他到外面呢 突然跳跃一下 很跳跃的幅度哦 再来第二下 会有几下呢 我们可以仔细的来听 第三下 诶 应该不会有第四下 因为刚刚阿布吹了 抱歉了 最后有小带就会回来 他现在换大花 过去哦 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听 仔细的看 大花呢 就是做了跳跃 第二下 好 我们可以来看第三下哦 三 一样的没有第四下 因为呢 小庆在第三下结束的时候 催了哨子哦 刚刚阿布吹就要回到小庆的身边 并且呢 回到身边还不够要来领奖赏哦 我们的阿布啊 还是小庆啊 都会拿鱼 还是好吃的泡丘 刚做一个奖赏 来配合我们的海公伙伴 因为刚刚他做的动作是正确的 而且做的很好哦 又要值得鼓励 又要鼓励他一下 可是如果现在小庆 或是大骂动作做错了怎么办 也没关系哦 我们的训练师呢 不会打骂海豚 他们会让彼此冷静一下下 再来再试一次 再做一次 弄作对对来就好了 让海豚你记得呢 所有做对的事情 不要记得做错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这里啊 陪伴海豚的方式是一种爱的教育 就是正面争抢的方式 没有打骂教育哦 好 那我们的训练师跟海豚伙伴啊 其实一天呢 就只会花这短短的时间 先来跟大家见面哦 那我们现在开放时间 让所有好奇 对海豚好奇 对训练师好奇 想要提问的朋友 可以跟训练师来做一点互动哦 那大家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举手发问 一天吃多少 他们一天每一头吃的那个 公斤数都不一样 大概他的体重百分之四到六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 小三今天吃的是几公斤哦 12公斤